星期三的每周一股 今日的嘉賓是我們的研究部經理陳偉聰Jason Jason 你好 Mack 你好 一如既往和大家先回顧一下 上一次Jason和他推介了金峰科技 編號是2208 看看這隻股份將對於恆子方面過一段時間的表現 恆子做得好一點 升上超過4% 但見到股份方面 螢光網上見到大幅度跑贏 升了2.5% 變相Jason上星期訂下來的投資建議 全部完成了部署 會否滿意? 會否將目標再上調? 剛推的那天算是港股見底的一天 之後大家都知道恆子都是大幅報復性的反彈 令到很多之前跌得比較急的 在H股方面都升上來 這隻金峰也不例外 你看到之前它落到11個嶺的低位之後 它抽上來那一刻是相當之厲害的 用了兩天的時間 已經完成了目標價 現在在16元的位置 其實再追的風險相對是高的 所以如果你說之前沒有買到的朋友 或者本身買了 沽了的朋友 現時都可以再給一點耐性 看看估計有沒有機會落到大概15元左右的位置 再去買回 Jason 其實過去這個星期 大事方面波幅很大 如你所說的 上星期三上星期就有大跌 然後大幅度的反彈 其實這時候他推介股份 選擇這個過股的話 有些什麼的效率 現在我們選這些股份 最好都選擇一些本身的 基本業務都不差 又或者本身在過去的一段時間 跌幅都相對是跌得比較多 都比較落後 那些板塊或者股份相對是安全一點 所以今天為大家推介的 最新的這隻股份 就是選擇一隻 都叫做幾熱門 同樣地也是在過去幾個星期 跌得比較急的 一隻基建相關的股份 那說的是1766 中國中車 中國中車 1766之前 大家都知道 同一個Number 前身就是中國藍車 中國藍車和北車合併之後 就叫做中國中車 看回現在股價 現在正在10.2號 綠跌幅超過3% 上海上市的股份 暫時來說 A股方面都跌近7% 正在16.74人民幣 先跟進這個公司的相關資料 去年先合併 看到去年才有這個新聞 去年的業績 應該怎樣去看 這個業績 大家要留意 就是用去年藍車和北車 就是TOTAL的數字 合併之後去看 就是將他們的報表 合併了 將那些數字加起來之後 就得出以下這個表 那個業績方面的數據 當中看到營業額 利潤方面 都有個不錯的增長 利潤方面都升了三成這麼多 去年因為中鐵總方面 在招標的規模上都加大了 特別是在動車組方面的招標 都是創紀錄的新高 所以變相就拉動到這些鐵路設備的股份 都能夠有個相當好的表現 你見到除了利潤增長之外 毛利率和經營利潤率 同樣都有個相當可人的表現 但當然這個業績就是去年的 今年我都相信業績方面 雖然差就不會太差 但是要維持過去年這麼高速的增長 可能的難度就會高一點 看完大數之後 再看看根據不同的產品 再看看不同業務方面 對於收入方面的分佈 依然戰墜大份的就是動車組 即是高鐵上的車卡 屬於這個類型 是否依然會成為最重要的一環 亦都是來今的兩點 對 動車組去到今年 我相信銷售表現 都仍然會有個比較好的增長 因為見到去年接的單 很多時候都不是馬上負運 有部份可能退到今年才去交付 才入帳 令到增長 都能夠保持到今年 都會有個不錯的水平 但由於今年本身新接的訂單少了 而且都見到高鐵的落成量 在今年和明年都會有些減弱 所以變相整體動車組的銷售 未來的比例 會不會都還可以有個很大規模的擴大 這方面我有些保留 反而大家可以留意 就是乘軌地鐵那邊 雖然它在去年 只是佔整個收入的百分之九 但由於現在都見到不同一些二三線城市 都開始發展自己鐵路的網絡 或者發展地鐵、輕鐵等等這些鐵路 對於這一部份的產品來講 未來一定會有很大的需求 所以我相信在這麼多業務範疇裡面 乘軌地鐵這部分 未來的擴大空間 應該會是最厲害的 看這些基建鐵路股 經常都會說 就是看看股頭這個數字 未來會不會加大等等 第一個理好因素 就是國內鐵路投資方面有望加碼 說到內地方面的鐵路投資 其實已經算是歷史高位 接下來會不會再加碼 看到去年來講 的確中央定鐵路股頭的目標 或者到最後完成的數字 都創了新高 去到8088億人民幣的高水平 去到今年大家都有點擔心 能不能夠保持到這個水平 中央在年初所定的目標 最少都要做到八千億的 當然大家如果真的 根據過去的經驗 很多時候就說中央年初定的目標 就只是一個下限 如果你說去到年中打後 法國的經濟不是太理想 繼續都是要以鐵路的投資 來穩定增長 很大的機會 在投資數目方面 或者金額方面 都會是超標完成 甚至乎會在年中左右的時間 會調高目標 而且都可以看回 今年上半年來計 內地亞所做的鐵路股頭的金額 就只是一千八百多億 就算比較現在未調高 八千億這個目標 都還是差很遠 意味著如果你說上半年做得兩成多 下半年做了七成多的話 下半年整體的投資額 會進一步是推高的 然後再問 中國鐵路總公司 就是在招標方面的情況 這個都反映到 就是國內接病單方面的情況 其實六月份方面的數字 就是159億 算是好還是壞 上半年似乎的情況 不是這麼理想 是的 去年 由於本身中鐵總在上半年 招標的規模都比較大 所以在今年做不回同樣的成績 上一年單計中鐵總上半年的採購金額 都是過千億 今年做的四十多億來自中鐵總 其實只是十分之一都沒有 變相如果說今年他們接單的規模 的確有些減少 但當中也有些原因 說中國鐵路總公司和中車方面都出現了一些談判 說一些動車組和機車的知識產權方面究竟是誰屬呢 大家都希望爭這個擁有權的 所以變相當爭辯 當分期還未消除的時候 中鐵總在上半年 減少對中車採購金額 還有都有機會將接下來的動車做招標 會是延後 即是去年大概在六月份的時候 做過一次招標 但今年當日的談判都還在進行著 接下來會不會將它延遲到八月左右才會開始呢 這樣都不出奇的 所以你說單的這個因素有少少隱憂 但都看回一些最近的新聞 就說相關談判都開始有些微目 還有兩方面都似乎有些共識 接下來可以達到 所以當你說這個分期是消除了 我都相信在短時間之內 或者第三季之內 最新一輪動車組的招標就會是展開的 根據一些新聞報道 都說預計接下來這一輪動車組 招標的金額規模都不會小 採購量方面都應該去到一百九十多卡 對比上年來說 其實都算是一個不錯的數字 講完鐵路方面的情況 也跟進了乘軌交通方面的情況 下一頁見到全國的乘軌交通 就是總營運的里程 即是說起了一個路軌的時候 起多長 這個數字又反映到什麼 Jason 在圖表上面大家見到 就說過去那幾年 內地那些地鐵 城軌方面的營運里程 都不斷是上升著的 但是增長的幅度不算太大 或者好像你看到 在一一年的時候 大概1,700公里 去到去年年底 去到2,700公里 去到三成多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去到 今年見到法國委之前定的目標 就說去到今年的年底 要做到3,500公里 那就是意味著 用今年和去年的數字來比呢 增長的速度 都可以去到三成以上 更何況就說 法國委那邊都定了 在五年之後 即是十三五規劃完成之後 2020年說的那個營運里程 就更加要去到6,000公里 那這個數字 亦都是代表著 未來這五年內地的 城軌的發展都會 進一步加快 那又見及此 都見到集團是不斷 擴大自己那個 城軌產品的產能 接下來會接更加多的訂單 就以今年上半年為例 那說的集團接的訂單 剛才說的就是 Total規模159億的 那當中有成 接近九十幾億方面 都是來自這些 城軌的產品 當中包括一些一線城市 例如說北京要進一步 買一些地鐵回來 例如說一些本身是三四線城市的 例如說石家莊那邊 都是開始發展到鐵路的項目 所以如果你說計算 現時內地的那些城市 那個鐵路的密度 都相對其他國家來說是低的時候 這一部份 發展的空間 仍然都是相當之大 好 接著第一個利好因素 看第二個利好因素 講完國內 看看國外方面的情況 海外方面的市場 很明顯發展比較大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一帶一路這個政策 其實主要的目的 都是加強多國的連接 以及加強他們的貿易 但第一步 都是要興建一些基建 令到他們可以接通 當然會興建一些基建鐵路方面的設施 這方面對於整個板塊來說 受惠性真的有多大 大家經常都說 一帶一路對於基建鐵路股份 會相當有理 這的確是一個事實 因為見到在畫面上 一帶一路覆蓋那些國家 大部分都是新興市場 例如說接下來 都在規劃方案裏 都定了有六條的經濟走廊會建 當中包括由中國接去蒙古 再接去俄羅斯 是其中一條 另外也是說 由中國接到去中亞 再連到去西亞 當中包括可能是烏茲別克 哈薩克等等這些國家 都會是連得到的 再不是說接下去南邊 去到馬來西亞 新加坡 印尼等等 這些東南亞國家 亦都會是橫跨得到 如果你說要做到 整個貿易上連接 那當然鐵路 或者其他交通工程 基建等等 都一定會是先起 如果你說這些新興國家 要起鐵路 那很多時候 他們都要和中國 裡面的企業 買回一些相關的產品 剛剛提到一些機車 又或者動車組等等的產品 其實中車來說 都是有個相當明顯的 比較優勢的 一來就說成本不是特別貴 二來就說在那個技術水平上面 都是有上下 所以你說對於這些新興國家 接下來要發展鐵路的時候 中車的訂單都必定是能夠有個相當明顯的提升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根據之前有份報告 都說 單是一帶一路的計劃 都可以令到高鐵新增的里程 去到2.63萬公里 這個規模就和國內 來的十三五規劃所定的目標 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變相你說 除了國內的生意之外 來的海外的業務 對於公司來講 都是相當之重要 前一陣子 過年開始都不少 新聞去到說到 就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經常都會外訪 和不同的國家 簽訂一些協議 建高鐵等等的相關鐵路 其實這些單對於中國中車來講 其實在訂單上 會接下來有一個很大的增長 看到中國其實在過去幾年 的確跟很多新興國簽訂了一些 鐵路發展合作的備忘錄 畫面上都看到俄羅斯 泰國、印尼、尼尼亞等等都簽訂了 當中最大的項目 就集中在俄羅斯那邊 因為都說 接下來由中國連去俄羅斯的經濟走廊裡面 全長是超過7000公里 是由北京連到莫斯科那邊 總投資額這一部分 都有2000多億的美金 當然你說這個項目 就不會說在一兩年之內做完的 但首先看一些優先的項目方面 例如說由莫斯科去到赫山那個的線路 其實總長都有700多公里 如果你說接下來俄羅斯 真的要建這些高鐵方面 相關的列車產品 動車組產品 我相信都會同 跟中車方面去買 所以這一部分 對於集團來說 都是相當有利 跟著跟著 集團出口業務方面的情況 在出口收入方面 其實暫時來說 佔比不算太大 佔了7% 接下來會不會越來越高 現時的出口佔比 的確不算高 但是集團的管理層 都有一個目標 就是希望在未來這五年裡 將佔比擴大到15% 還有不要小看它 這7% 真的以為很小 那單計去年來說 其實都做了 就是單計海外市場的生意 都接了60幾億回來 按年的增長來計 都有超過七成那麼多 還有要看回 現時就說 南北車合併了之後 對於整個品牌上面 會有一個更加明顯的優勢 二來就說 它的生產規模大了 有一個規模經濟的優勢之下 接下來它生產的成本 都可以逐步是降低的 那如果你說 你買的車是便宜過 其他國家的那些產品 那自不然 對於這些新興國家來說 都會有一個更加大的吸引力 所以變相 南北車合併 對於接下來 打一些海外市場的訂單 都是白利而無一害 這只是想跟你詳細說一下 就是南北車合併之後 所帶來的協同效應 除了你剛才所說 拿訂單方面的情況 強一點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好處 這個利好因素三 就是它的成本方面的控制 會更加好 第一方面 我們會看 之前南車北車 要買一些原材料 買一些零部件回來的時候 都是找各自的供應商 加加埋賣都相當多 但是現在既然合併了 兩間公司 都會用一個集中採購的制度 來買這些零部件 變相當供應商的數目減少 你剩下 都一樣能夠跟中車供應那些供應商 我相信 他們都會給一個更加大的折扣 給回集團本身 這一方面 對於採購成本來說 會有很大的優勢 第二方面 就是員工的整合 之前南車北車 本身各自都有不同的部門 不同的行政人員 但現在合併了 會不會都可以把一些多餘的人手 可以裁減 令到員工成本都可以下調 第三方面 亦都在說 以前 由於南北車 欠國內訂單的時候 都欠得很辛苦 特別欠一些 城軌鐵路產品的訂單 都是不斷要壓低標書來欠 而且兩方面都不斷要打一些價格戰 或者做很多一些宣傳、推廣等等 既然現在合併了 競爭是低了的時候 我相信 相關一些營銷的費用 或者一些推廣的成本 都可以降低下來 也是一個相當大的好處 第四方面 對於一些R&D 或者研發費用 之前就由於自己有自己研發 自己拿自己的專利 但是既然現在合併了 那藍車本身有的專利 北車可以擁有兩間公司 可以combine 的話 可以將一些比較無謂的研發成本 或者比較重複的研發成本 都可以減省 同樣對成本效益來說 會有一個幫助 或者說對內 就可以節省成本 對外可以拿多些單 以價能力又會高些 但實質地 預計它會多賺多少 如果你說說 這間公司會多賺多少 或者看利潤率來說 很多的報告都仍然是比較正面的 當然你說利潤的增長速度會放緩 但是看 profit margin 方面 例如說 藍色線毛利率 都預計會由去年 大概19.7% 就會逐步升到兩三年之後 去到20.9% 同樣地 operating margin 就是營運利潤率方面 亦都會由去年7.1% 慢慢可以升到8-9% 當然如果你說成本控制得好 那自不然這些利潤率的指標 同樣都會有個好轉的情況 聽你這樣說 這股份都很無敵 但始終有些利膽因素 會不會留意 有什麼利膽因素可以留意 幾方面 可以綜合來說 一來說 今年短線裡面 接單的確是比去年 剛剛都提過 就說中鐵總招標方面 或者採購的規模 都未必有去年一個這麼高的水平 對於它在今年 或者夏年的銷售表現 都會有些拖累的 二來就說 本身是看這些機車 或者貨車的需求 很大程度都要看內地的運輸 物流 或者整體經濟的情況 如果你說這一陣子 看到貨運業是比較低迷一些 對於一些機車的需求 都不會有一個太大的刺激 第三方面 就是我們經常說 要打海外市場的訂單 要買一些車去一些 就是申請國家那裏 都要面臨著當地一些政治的風險 軍事的風險 又或者可能是回兌方面 因為本身買去海外的 你收的貨幣 就是收別人的貨幣 一旦人民幣出現一個大幅升值 意味著它的收入來說 對回人民幣就會變少了 這方面大家都要留意 好 最後跟著投資建議 不過有問題想問問 Jason 本身這個價錢之前衝高過 在合併的時候 當時很難購買 但之後有明顯的調整 走大空唱淡 就說它估值過高 現在回到下來 其實是一個合力的水平嗎 是的 說股值方面 現時H股的PE 大約是20.7倍 這就是2014年的歷史試驗率 如果你說計算去 預期今年都有個增長 大概一成兩成 預測PE大概在18倍左右 不算特別貴 但是最大問題就是A股 因為現時就算它跌了這麼多下來 那PE還是有30多至40倍那麼高 所以我也有點擔心 就說未來A股跌的時候 也會拖累H股的股價會受壓 所以今天給大家的建議 都是等它再回回多些 去到9.8這些位置 才買回 一個中線的目標價 就看上去12.8 好 謝謝Jason 中線部署1766 中國中車 這次時間差不多 跟Jason做新報 本身有沒有自己遲 沒有持有的 謝謝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有其他環節